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9月19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闻播报 我是Cherry 最近加拿大人发现TikTok上有大量账户正在宣传一项服务 那就是帮助加拿大的印度临时居民通过非官方的边境点进入美国 这些账户还承诺可以从蒙特利尔、大多伦多、宾顿市 或者是BC省苏里安全进入到美国 其中一个账户在TikTok上拥有超过36万的粉丝 主要针对在加拿大生活的印度留学生 这些TikTok账户发布的一些视频中 包含了一些来自所谓满意客户的彭遮谱与好评和推荐 一名男子在一段视频中说道 兄弟 我们已经从加拿大到了美国 我们刚刚抵达 我们是通过Henry兄弟过来的 他的服务非常出色 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 Radio Canada记者冒充潜在客户联系了Henry 询问如何从蒙特利尔过境到美国 Henry要价5000元 并承诺这笔钱将在过境后收取 记者又通过WhatsApp与另一名声称可以提供 穿越丛林40分钟越境方案的冰顿男子进行了交谈 双方的对话如下 冰顿男子说 我们每天都这么做 到达目的地需要一个小时 从那里你需要穿过丛林步行40分钟 冰顿记者问 安全吗 男子说 当然兄弟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 记者还联系到另一个账户 发送了与满意客户的对话截图 并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跃进的细节 记者用对方的母语 彭遮谱与他交谈 账户持有人拉护尔称 一名Uber司机会在晚上到蒙特利尔 接客户 然后把客户送到魁北克南部 靠近边境的地方 客户需要步行越境 需要随身学带水 需要穿长袖 多戴一双鞋 他说 这是丛林兄弟 会有一些荆棘和灌木丛 他说 他本人不会亲自到现场 但承诺说 我会和你保持电话联系 你把你的位置发给我 我会指导你 他还承诺 客户越境后 只需要去美国一侧的边境巡逻办公室 办一些手续 大约一小时后就会被放行 然后就可以去任何地方了 他说 每人收费1500 甚至还提出了团购价 比如 两人同行 就只要2500元 他说 他希望通过银行转账 预付这笔钱 并补充说 在宾顿或印度 可以付现金 记者在纽约州 穆尔斯福克斯地区 亲眼见证到了 这一过程的实施 正如拉护尔所说 印度移民在被美国警方拦截后 被释放 随后登上了一辆 开访纽约市的巴士 美国当局正在谴责这种说法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在一份声明中将矛头指向 跨国犯罪组织 这些组织声称边境开放 并将北部边境作为 进入美国的途径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言人 史蒂文·班斯巴赫表示 走私者和不法分子 继续散布虚假信息 完全无视脆弱移民的安全和福祉 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驱逐 没有合法居留依据的印度公民 包括通过包机遣返 据报道 最近几个月 美国在与纽约州和佛蒙特州 接壤的魁北克南部 斯旺顿地区 拦截非法移民的数量急剧增加 绝大多数被拦截者 是印度人或孟加拉国人 他们在加拿大持有学生签证 或旅游签证 Radio Canada还发现了一些在线广告 承诺为印度公民 提供虚假的加拿大签证 价格高达数万元 一个私人Facebook群组的帖子 甚至还提供了一条龙服务 签证飞往加拿大的机票 以及越进美国的服务 一口价13万元 有政治学家表示 这类服务的市场很繁荣 因为加拿大是印度前往美国 更快 更方便 更安全的选择 获得加拿大签证非常容易 他说 美国签证特别难 如果印度人想移民 首选国家是美国 加拿大曾经是第一 但现在情况已经变糟了 魁北克在印度人心中的名声是 如果你能够到达蒙特利尔 你就能很容易转移到美国 如果你去美墨边境 那里很危险 但在加拿大 边境是开放的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近日 加拿大新民主党领袖 藏免成在国会山遭人当面辱骂后 在社交媒体上出气 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反对党的领袖 伯利志 结果伯利志的妻子 安妮塔公开发声 加入了旧政策和政治问题的辩论 据报道 这场社交媒体上的争论源于本周二 当时藏免成在国会外 遭到几位民众的围堵 有人拍下视频 问藏免成 你今天会投不信任票吗 藏免成没有回应 只是继续走 接着另一个人说 腐败的混蛋 兴格随后转身面对两名男子 两人均否认自己 说了第二句话 藏免成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言 他写道 你们现在可能已经看过这段视频了 近几天 莫太华的霸凌者 一直在散布仇恨 骚扰不同观点的加拿大人 一位原住民女性被叫做纳粹 工作人员被骚扰 记者被辱骂 这就是伯利志想要的国家 伯利志的妻子 安妮塔针对这则推文回应道 很抱歉你今天受到了骚扰 当然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用更好的语言 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辩论政策 和什么才是对国家最好的 但他继续说道 新格先生 你到底在暗示我丈夫 想要什么样的国家 外面的人正在受苦 是的 他们很愤怒 但过去八年里 执掌国家的并不是我的丈夫 而是您的朋友特鲁多 人们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感到愤怒 是您支持的政府所实施的政策 造成了这么多伤害 他补充道 为什么罪犯这么容易被释放 为什么那么多法院案件被驳回 你想要安全的街道吗 那么为什么您还在不断支持 那些造成混乱的自由党政策 您想讨论我丈夫想要的国家 那就认真听听他的政策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厌倦了您和您的朋友 把我丈夫说成一个不是他的人 在回应早缅成的帖子中 他还提到了 他丈夫支持可负担住房 支持军队 以及要让这个国家的人 努力工作能够获得回报 他写道 辛格先生 对于我们国家的现状 以及人们的情绪和绝望 唯一需要负责的是 目前执政的人 以及那些让他继续掌权的人 这两篇帖子都有数十万的浏览量 并收到了数千条的评论 9月17日 据CBC新闻获悉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一次调查后发现 成千上万的移民申请 被分配给了前员工的账号和站位服代码后 进行了全面的审查 并且已经清理了其全球申请系统 以确保没有申请被遗忘 有超过59000份的申请 与779个不活跃带把有关 引发了对管理不善或文件丢失的担忧 现在RCC告诉CBC新闻 他们已经结束了长期以来使用 非活跃官员ID作为申请虚拟存放箱的做法 以确保申请不会被遗漏 2022年12月12日CBC首次报道 RCC在其全球案件管理系统中 将数万份申请分配给非活跃用户 该系统用于处理公民和移民申请 数据显示 今年2月59456份被处理 代处理或重新处理的申请 被分配给了779个代码 这些代码包括站位服务和前员工 其中一些人最后一次登录并处理文件 是在十多年前 虽然RCC最初未能在截止日期前回应CBC 但在报道发布后 RCC解释说 重新利用非活跃用户的代码 是组织和暂存申请的方式 以等待下一阶段处理 RCC还表示 CBC获得的数据只是复杂系统的一个简短快照 近两年后 RCC终于发布了一个信息访问请求 提供了更多细节 尽管官员当时否认这些申请 曾处于搁置状态 但CBC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 在报道发布后的几周内 一些与离制员工相关的申请 被重新分配给了现有员工 面对压力 时任移民部长肖恩弗雷泽在国会表示 有关申请停留在不存在的官员手中的指控 是完全错误的 但电子邮件揭示 在同一天 RCC的助理副部长办公室 向处理办公室下达了任务 要求审查CBC发布的名单 以确保所有分配给非活跃用户的文件 都在正常处理中 在CBC报道发布后的几天内 多个团队报告他们 已重新分配了一些申请 并停用了一些休眠用户ID 比如RCC温沙办公室 发现了一份分配给 2022年初离职员工的公民申请 并将其重新分配给了现任决策者 同时RCC最终不再使用非活跃ID 并在23年4月至5月期间过渡到 使用通用ID来组织正在处理的申请 RCC创建了125个新的通用ID 并将根据需要添加更多 就在今天周四凌晨 BC省Kanloops的历史地标红桥 被大火完全摧毁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显示 这座桥在倒塌入河之前 被火焰吞没 一位在大桥附近的邻居半夜三点半 被疑似大树倒塌的声音吵醒 走出来一看才发现 每天上班经过的大桥已经不见了 大桥火势之猛 两个街区之外都能够感受到热浪 615米外都能看到火光 市议员凯蒂将桥梁的损失描述为 令人震惊和毁灭性的 同时感谢消防队员为减轻火灾影响所做的工作 她在脸书上发帖说 这个标志性的受人喜爱的地标 也是我们城市省级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